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个20年的时间里面 如果含上房价的话 通胀的这个均值大概是在6.5% 然后银行的这个定存呢 和国债的这种收益呢 包括保险的收益呢 都是在二到三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其实就是实际数据 那实际统计下来 过去15年 我们国家的这个公募基金 这个偏股型的 它的平均收益是接近20% 到了19.75% 对 所以这个数值是非常的惊人的 挺高的 对 没错 这里其实有一个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耶鲁大学呢 他分析了美国过去200年 各种主要资产的一个走势 假如你在200年前有一块钱的话 200年以后这一块钱呢 可能就只剩几分钱了 假如是黄金的话呢 大概能够剩个几十块钱 假如是国债的话呢 能够剩个2000多块钱 好 假如是股票你们猜多少 很多 可以到几万块钱 如果是小盘股的话 可以到12万 200年时间 那这个规律呢 200年他说我活不到 对 因为做研究嘛 那人家肯定是尽量取更长的时间了 那不是想忽悠你买一个200年产品的 当然你传承跟后代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回报 因为其实基金我们说 它本身不是个产品 它是个服务 对吧 它里面是一篮子股票 股票的增值 而不是基金本身 那问题就来了 股票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回报呢 因为我们说你投资权益市场 就股票市场或者基金来讲的话 其实你买的是这个社会发展的 长期的红利的分享 对 你买的 换句话说 通俗迪店讲的话是国运 如果你相信这个国家 是会越来越好的 你相信这个 人类这个勤劳勇敢 努力奋斗 它会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的话 那买基金或者买股票 都是去分享这个价值 是 就是分享这个固执成长的价值 分享国家 这个发展的价值 所以就是要放长远的时间 看我们会想到市场永远是向上的 对 而且 如果我们从风险收益的角度来去看的话 国债也好 定期存款也好 包括保险也好 你承受的风险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股票或者基金呢 什么叫股票 什么叫基金 就是它亏到没有 你也愿意接受 因为你承担了如此高的风险 所以 只要它还在 赚了钱 你就可以永远分享下去 对 所以它的回报会很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